美國軍方研究雷射武器已經幾十年 近十年來,更是越來越接近實用化 美國的海陸空三軍都有它自己的雷射武器計劃 其中美國海軍的雷射武器實用化計劃自十年前開始 而且分三個階段,小步快跑 在未來幾年將會有十幾艘北克級驅逐艦配備雷射武器 在現在的規劃中,美國海軍希望用雷射武器作為艦艇的自衛系統 雷射武器最重要的優勢有兩個 第一是速度快,因為雷射是光波,速度是光速 只要目標被雷射照中,除非鎖定的雷達脫鎖 如果不是目標,就根本不可能逃脫 第二是彈藥成本低 雷射武器發射一次只需要成本幾美分 相反,一枚防空飛彈最少幾十萬美金 成本差天共地 另外就是實際上發射次數接近無限 因為飛彈的避彈數量有限,最多都是一百幾十發 但雷射武器的發射次數就近乎是無限制 不過,雖然有之前說的優點,但以現在的技術 雷射武器還要克服不少的困難 雷射武器會受到大氣和天氣嚴重影響 下雨時會嚴重影響雷射的效能 射程大打折扣,不是全天候的武器 而在海上使用時,因為大氣更加容易受影響 雷射武器的效能更加不穩定 雷射的產生分了很多不同種類 包括化學能雷射,固態雷射和氣態雷射等等 不同形態的雷射有不同的特性 而在這十多年的研究中,美軍也有對不同形態的雷射進行研究 探索哪款最適合軍事用途 在2010年,美國海軍水面作戰中心向加渡防衛 授予一份價值1100萬美金的合同 協助美國海軍發展定向能武器LAWS 2012年5月,海軍水面作戰中心用近壁防衛的核控制系統 成功令定向能武器追蹤無人機目標 自從LAWS起,美國海軍發展的艦載雷射武器採用光纖固體雷射技術 基本原理是結合多個雷射發光易結體 製作成很多光纖合成的主光速 由於光纖固體雷射已經是用在漢節 所以在當今雷射武器的領域裡,成本是最低的 技術成熟最多的一種 是最有希望達成100千瓦雷射武器的技術 100千瓦是雷射武器以硬殺攻擊的最低下限 但是比較其他雷射的領域,光纖固體雷射的能量聚焦能力最差 功率和效率也是受限 以及它的波長固定在1.064mm 這個波段很容易被大氣吸收,也對肉眼有害 Ross用方陣近壁武器系統的跑助 用6巨漢接用的5.5千瓦光纖雷射作為光源 合成總攻率33千瓦的雷射光速 但是由於6度雷射光的雙位沒有對齊 所以合成的波速品質很差 以雷射的標準只有17,而1是完美 所以目標距離越遠就越容易發散,效果越差 Ross雷射武器系統反應快速 平均每次發射的成本只需要59美分 比傳統的火炮、飛彈便宜很多 而Ross本身的價格是4千萬美金 在2012年年中 Ross 的原型機 首先裝在一手白黑級 Flight 2A 飛彈驅逐艦 杜威號上測試 Ross 在杜威號的測試中 成功令到一架無形機的光電感測器失去效能 還擊落了一架無人把機 自從2013年10月起 奧斯丁級海上前進基地艦 彭斯號開始接受改裝 準備安裝Ross進行測試 在2014年12月 美國海軍研究局宣稱在彭斯號上進行的 雷射武器成功完成測試 表現非常好 所以美國海軍已經授權 彭斯號上的雷射武器 可以進行自衛作戰 這是美國軍方第一次有雷射武器 在實戰狀態 但是這種三十千瓦級 雷射武器的威力 不及傳統的飛彈和火炮 只可以攻擊視距範圍內的小型目標 而且受天氣影響很大 只是可以作為傳統武器的補充 而在Loss之後 下一個階段就是Odin Odin是一種低功率雷射武器 可以向敵方的光電 紅外線感測器發射 而且令到它失明 運作方式類似 定向紅外線對抗 對付紅外線導向飛彈沉飄器的方式 Odin主要用來對付飛彈 或者近年日益普及的無人機系統 上面的光電系統 在一定的距離之內 也可以對水面藍艇的光電觀測系統進行攻擊 在2020年2月20日 第一套實戰化的Odin 已經安裝在伯克級飛彈驅舊艦 杜威號上面 Odin的發展非常快 在過去兩年半期間之內 由概念發展成為實際服役的 戰備武器系統 而第三階段就是Helios 2016年6月18日 美國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 對業界發出Helios的需求徵訊書 這是水面海軍雷射武器增量一 功率等級是60千雅 最後由美國洛克馬丁公司獲勝 洛克馬丁集團研究雷射武器 領域已經長達40年 Helios的方案是一種雙光組合光纖固體雷射器 採用分光光速的組合 每條光纖以稍微不同的波長運作 由色散光學元件來組合不同功力的輸出 在2018年1月26日 美國海軍和洛克馬丁 阿克萊特部門簽署1.5億美金的 Helios固定價格加獎勵研製合約 洛克馬丁將會在2020年交付兩套Helios系統 附帶的偵察監視和反無人飛行器能力的設備 其中一套用在陸地測試 另一套就是安裝在一艘白黑飛翼2A 飛彈驅舵艦上進行測試 洛克馬集團與美國海軍密切合作 進行Helios和神盾作戰系統的整合工作 在2020年3月中旬 Helios整合到帕阿克飛彈驅舵的項目 通過關鍵設計審查 之後在2020年內 又完成了Helios海軍工廠資質測試 令Helios和水面海軍雷射武器增量1 完成整合到帕阿克飛彈驅舵的準備工作 利用Lawes、Odin和其他項目的技術 美國海軍將會加強發展Helios 最後可以達到150千雷的功率 具備令敵方光電觀測系統和飛彈層標器失明的能力 之後美國海軍會利用Helios這些項目的成果 發展功率更高的水面海軍雷射武器增量2和3 用在攔截來襲的反艦飛彈 美國海軍認為150千雅的雷射武器 仍然不足以對反艦飛彈這些目標實施有效的硬殺 因為不足以直接破壞比較堅硬的飛彈前部 只可以由其他遊艦從環向攔截 破壞比較脆弱的飛彈側壁結構 所以美國海軍會繼續研發功率更高 達到300千雅級別的高能雷射反飛彈項目 令船艦可以對來襲的反艦飛彈實施正面硬殺 當然,可以擊毀來襲的飛彈的雷射武器 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才能復應 不過,現在美國海軍已經算是將雷射武器實戰化 遙遙領先其他國家 現在美國海軍已經計劃 最少在十艘八克級驅逐艦上安裝Odin和其他雷射武器 大家覺得美國海軍的雷射武器性能是怎樣呢? 雷射武器在未來的戰場又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呢? 一起在留言區留言討論吧! 好多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我開了Patreon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令我可以製作更多更專業的軍事影片 另外都希望大家可以like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的Instagram 和Medium 最重要的當然是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